求锤得锤 关于张继科的那些破事的实锤 这不就来了吗 大家好我是刘真 今天还好吗 之前发了一条 说张继科拿这个景田的视频去顶赌债 我说我当时说我是到处看了其他的网站 包括微博 在其他地方看了很多这个信息之后 我说这个事应该是真的 然后我就大概评价了一下这个视频 而且我主要的目的呢 评价这个视频也是想说 这个我们不能受害者有罪论 不是说什么拍这个视频就不是好人 女性拍这个视频 她本身也是受害者 我主要是这个观点 但是没想到呢 头上马蜂窝了 可能张继科毕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运动员 而且他有非常多的粉丝 而且是年轻粉丝 可能看到了之后就挖的一下冲了出来 就说你造谣 等着收律师信吧 把这个链接还要往那个什么张继科工作室 什么什么那边转发 因为张继科工作室发了一个声明 说要对这些账号追究法律责任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是真的 因为这个我是看了这个调查记者李威敖 这个经济观察报的调查记者李威敖 他发的那几条视频 发的几条微博 他说的是他看到了很多司法 司法文件 已经生效的司法文件 他通过这些东西 他说这个张继科这个事情是属实的 然后还有其他很多的信息交叉比对 我一直来说就是说判断一个事是不是真的 你就看他是不是单独信员 如果只有一个信员的话 又没有其他信息交叉比对的话 那一般来说就很难证实他是真的 但是如果有多个信员 都指向了同一件事 而且这个事本身还能自言其说的话 那这个事十有八九 真实性就很可靠 那张继科这个事那可不是一个人说 各种各样的信息源 包括他跟前女友袁杉杉的事情 包括他跟跳台王子的事情 很多事情 大家可以去翻看 你可以当作报告去看 但是这个李维敖发的这个东西说 他是已经在已经形成生效的司法文件里看来的东西 所以果然这个矛头呢 也就都指向了李维敖 他发的这条微博 大家都说你早要你要负法律责任什么之大的 就是粉丝就是还是那一套吧 有证据你倒是你倒是放出来啊 这以前这种事呢 也就出现过多次了 就是粉丝求垂得垂 包括吴谦小范范 包括这个李一峰啊 都是这样啊 粉丝在旁边喊喊喊喊 你倒是怎样怎样怎样啊 结果最后垂真来了 粉丝反而推波助澜了 结果这次也一样啊 就在今天晚上呢 这个李维敖在他个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直接发了一篇长文啊 不但这个详细的写了一些啊 一下这个来路去脉 而且直接晒出了这个张继科 签字画鸭按了手印的借条 而且这个事情啊 就是已经形成了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都已经有了 案件都已经有了判决 所以我就说 什么叫实锤 这锤还能再实一点吗 这个李维敖就说呢 这个他接触这个案子是这个2020年的时候在武汉 因为那时候这个疫情 他到武汉去这个工作 然后在当地就是听听说了这么一个事 就是张继科向当地一个某先生借了一笔借了很多钱 然后某先生才找张继科要 然后他就开始打听了一下这个事 然后他就知道了 这个张继科给了这个某先生几段视频 还有视频截图 然后这个某先生就拿着这个视频和视频截图去找 景天小姐去要钱 当时去要的钱是说的是 就是那个赌债啊 说是有两千多万 虽然借条上只有几百万 但是要的是两千多万 然后呢 后来谈到了一千七百万 但是这个景女士并没有屈服 说实话啊 像这种东西 有很多这个女明星可能就私下就就私了了 因为这个事情曝光出来对自己的影响 那可能太大了 想想你也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你看看阿娇他们是吧 但是景天还是很勇敢的 我在这里我也觉得景天真的是很棒 他直接报警了 报警了之后 警方介入之后 这个一查 这不是很明显吗 就跟吴秀波的那个之前那个事情也就类似了 因为有这个事实嘛 就是这个S先生最后就以这个乔诈勒索 就被提起了公诉 然后就开庭 开庭了之后呢 张继克是作为证人出了庭的 出了庭 他作证的时候 他作证的时候 他已经说了是在17年18年和警语是交往期间拍了这些私密视频 然后也把视频给了这个某先生 至于后面某先生这些行动可能跟他就没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他只是以证人出庭 我觉得如果他有直接的关联 就比如说我文字啊 或者录音呢 我说你去找那谁 找景天 那可能他就是共案了 但是他自己宅得挺干净啊 但是确实这个事情是他干的 这个视频他给到了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拿着去找景天啊 景天报警 那个人现在做了劳被判了七年 现在三年过去了 刑期还有四年 还没出来 这这些东西啊 都是已经生效的司法文书化啊 然后他附上了戒条 然后当时当庭说是出具了 还有其他很多的证据 包括汇款单啊 而且 郑司令是怎么说的 是在东南亚某国的首都认识的这个某先生 其实这已经很明显了嘛 那你去那边干什么了 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的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金额啊 你总不能到那边去搞工厂去了吧 是吧 所以这里头怎么回事 你看看哪一条 之前说的哪一条 不是实锤 它涉及到那个必忧这个事 对吧 然后把视频外卖传这个事 然后这个人去找警女士勒索 哪一件事是假的 全部都是真的啊 然后现在这个爱豆的粉丝们是怎么洗呢 爱豆粉丝说 首先戒条一言假啊 一看就是假的啊 然后这个记者动机有问题 反正是比较洗地 一定是说人家的动机有问题 但问题是这个记者本身啊 他也不是第一个跳出来 直接冲到这个事上来的 他是说他先看到了这个工作室啊 对很多网友发了一个声明 说你们要是再造谣 我们就要起诉什么什么 他说这个东西 他让他看起来很不爽 这个事到底有没有 你张继科工作室 张继科本人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那些工作人员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就这样威胁人家 其实你们不就是仗着这个财大气粗 你们仗着你们是机构啊 来威胁个人嘛 他这个事情 他之前做过很多的调查 有很多的资料 但是他没有形成文本什么东西 就没有报道 这个事就拖下来了 因为他自己可能拖延症 但是他手里是有料的 所以你就看他发那些微博 我当时为什么说这事是真的 因为如果要是手里都没东西 他不会那么写的啊 他肯定是捕风捉影 他甚至十名都不敢提 他不但提了十名 而且写了是司法文书 所以那是个人就有判断的嘛 你看着吧 这些实水出来 接下来这个张继科的粉丝们 和他的工作室 我觉得都这回都是帮了道码 张继科弄不好 这次可没那么容易脱身了 当然这个事情可能会对 景田造成二次伤害 我在这我还要说一下 这个景田是这个绝对的受害者啊 不要去做这个受害者有罪推论 也不要去做那个什么什么羞辱啊 这个事情是人家谈恋爱期间 两相情愿啊 这个你情我愿完全没有问题啊 这个不要做道德批评在这里啊 有错的是张继科 以及他后面这几个人啊 但是人家那个去要钱的人已经坐牢了呢 那还有人没有受到惩罚了 对吧 而且他最后说 这帮这个去要钱的这家人 一直以为张继科手头挺紧 所以才到处的跑通告啊 拍综艺啊 结果张继科啊 人家买了一辆新的库里南啊 最低价600多 那入手至少七八百啊 然后在这个这个事情过去开庭了之后 张继科还庞若无人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啊 其中还有恋爱综艺跟金晨谈恋爱 金晨当时很不待见张继科啊 那个嫌弃的表情都能不能很多细节上都能看到 所以我估计金晨肯定是知道些什么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所以这个粉丝们可就别再求垂了啊 越求这个垂越大 而且张继科这个事我跟你说 妥妥的啊 没跑 那就是真的 在这边 这边 或者是